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我是李诺雅 欧可兰市长利比逊夫计划在华部安装更多监视录影机 市府目前已经募得了10万美元的资金 欧可兰市议会曾经考虑拨款7万5千美元来安装街头的监视录影机 但是这项提案遭到欧可兰隐私委员会反对导致计划流产 现在有了来自民间的捐款 利比逊夫将和华部商会合作 确保这笔金钱会用在增强华部的路灯照明 也协助遭到暴力破坏的商家维护店面设计设施 部分的资金也将会用来投资整修公园等等的公共设施 大家愿意到欧可兰的公共场所举办活动 就能够为华部聚集人气为商家带来买气 欧可兰也获得来自联邦和加州政府的资金补助 这笔资金将会用来协助小企业扩大弹性街头计划 允许企业在人行道或者是街道上营业 新闻继续来关心 员工有没有打疫苗需不需要向公司报备 Santa Clara County率先宣布新规定 要求雇主必须要追踪员工 是不是已经接种疫苗 Santa Clara County允许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上班族 不用在办公室里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县政府说加州的新聚场政策 对已经和尚未完成疫苗接种的人 做出非常清楚的区分 所以雇主必须要了解雇员是不是已经接种 根据联邦政府公布的安全新指南 从现在开始已经完成接种的民众在户外 和在大部分的室内环境都可以不用戴口罩 加州也计划从6月15号开始采纳联邦的建议 加州目前已经有大约1580万人完成接种 有470万人已经接种一剂疫苗 不过有人质疑如何来确定没有戴口罩的人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呢 目前有许多航空公司 包括联合航空 达美航空 零售商店 包括Walmart 还有旧金山巨人队 职业球队都推出旅游护照 疫苗护照 应用程式 让旅客和消费者证明自己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不过有人批评疫苗护照侵犯了隐私权 也没有能力来负担科技费用的民众 也没有办法来使用程式 加州政府正在研究 是否是要建立一套查证民众 是否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系统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